單一型態就是他自己而已 他不需要去 我喘一下 單一型態就是只有他一個 他不需要去參考別人 那種叫單一型態 真直度就是底了 他就不用說我要去批評什麼人 比較底 那種叫單一型態 所以單一型態的有真直度、真平度 真圓度、援助度 他不需要去跟別人相對 那再來那個叫相關型態 平行度 跟誰平行 那個就是跟別人有關係的 垂直跟誰垂直 傾斜角跟誰傾斜 然後位置度就是正位度 正位度跟誰正位 然後呢 同行跟誰同行 對稱跟誰對稱 然後偏轉度 偏轉度 還有這個偏轉度就是要根據 比如說走 這個 這個走 這個 這個跟這個 他在回轉的過程當中的偏轉情況 就是那個 那個 量表的 有沒有 要偏轉就是 比如說 扭轉好了 這個走 扭曲 然後你在測量的時候 從A點到B點 或者是從這一段到後面這一段 他在回轉的過程當中 那兩表的改變 那個偏轉的情況 那 他的偏轉度公差一點 有相對於哪一個點 比如說 我現在做 頂心孔 我頂心差一點 去測這兩個 那就是 偏轉度是根據中心 嗯 從我調中心 調那個 這個 頂心孔 頂著 像這個 把它頂 左邊頂 頂左邊頂 右邊頂著 開始回轉 然後兩表去測 這樣 偏轉度 偏轉度 偏轉度是有根據 什麼地方 像這個 偏轉度 根據A 就是根據中心 所以他要切這個 一定要先用一支座 把它穿進去 這一根軸 跟外面這個先固定起來 然後呢 開始回轉 然後去測這一個 好 然後 再回來 所以這一種是相關型態 相關型態 比較像 這種叫做 單一或相關型態 曲面輪廓度 跟這個曲線輪廓度 這兩個 它有可能是單一 沒有可能是相關 哪有什麼分別 什麼時間 比如說它有基準面 嗯 有基準面 放在下面 它有一個基準面 你要去切它的 譬如說 凸輪 平板凸輪 它就有一個 那個 叫做 基準面 它它基準面 在回轉 要凸輪 表現得像 我們的旋轉木馬 旋轉木馬 上下 它會有一個 平的 它的凸輪面 是這樣 對不對 嗯 它就是有根據那個 平面 要不然就是根據那個軸心 嗯 好 這樣再來 這樣可以分別 所以 剛才那個 對稱 對稱度 我是不是說 表在寬度40 的地方 你直接基準 嗯 後面是不是就沒有基準 沒有參考 對不對 但是 我們是只在尺寸中間 剛好尺寸上 所以它 它隱約已經告訴你說 對稱中間 那一個面 嗯 所以不用寫 後面那個 點點點 老師 我剛才看那個 嗯 紅色這一本啊 它標的 這個我剛才標準 差不多 來 它是有下 它是有下 它是準備下這邊 對 量化它為 這個 這裡還有多一個米 對 米就是下在哪裡 就是下在這個 好 它這樣就表示是這個的 中心平面 中心平面 然後你指的是 你現在 是用這個 的基準面 是在 這一個的中心平面 你現在記的是 記在外 根據這一個 但是這一個 有一個問題 對 它的基準 面不一定是 在中心 你現在記的 這個基準面 有可能 偏左邊 有可能偏右邊 如果 但是它寫說 對稱 這一個面 就是你 它如果偏左邊 整組 你整組 都要偏左邊 這樣 這樣可以解釋 這樣可以解釋 好 這樣就可以 這個比較不好 這個要移開一點 它這個硬的不太好 你看 這個插一點點 對 它基準 是不能靠近這個尺寸的 盡量移開一點 這樣就是 底部 這個就是基準面 嗯 好 像這個它也對稱 對稱 米 米 米就是這個 這個做基準 好 好